我們到簡報26頁 你可以把這個 唯一沒有把它拆開的這個 你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的紅外線感測器 那他上面其實老師可以看到他有兩個頭 上面有兩顆頭 其實這個很多他把用在那個 車子 我們現在不是有些那個車子 就是叫做巡機車 下面貼一條那個黑色的 那個膠帶 讓他去連著他上面做 所以他就是發射跟接收做在一起 但是如果是我們一般的比如說電視遙控器 他就是什麼 遙控器上是發射電視上是接收 給老師猜看看哪個是發射哪個是接收 要先知道一下對不對 反正紅外線都看不到 除非你用手機 有的手機 不過現在iPhone好像也看不到 他好像也把那個過濾掉 就是老師可以試看看用 待會如果我們這邊在做發射的時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照相機去 照他看看 如果看到他有發光 那恭喜你 是沒有被遮蔽的 但是有些手機我知道現在是會把那個部分遮蔽掉 待會我們可以試看看 黑色這個是接收的 左邊這個是發光 他有點像LED燈 只是我們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他那個光圖 那另外老師有看到這裡不是一個轉 好像旋轉的東西嗎 這個就是他可以調那個距離 就是偵測的距離 比如說你看 你看剛剛那個 剛剛那一台就是偵測溫度的有沒有 請問 他那個高度有很高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偵測30公分 當然不就一直噴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紅外線的感測器 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主動一種是被動的 我們男生上廁所就很有感覺 去廁所的時候 有沒有小便頭有那個偵測 然後亮燈啊 你離開的時候就 噗 那個也是 所以 如果你是像我們右手邊這一種 這個就是被動 被動的就是他不會主動發射紅外線 而是去偵測人體 很多東西不是都會有那個 就是那個 發出紅外光嗎 你看像我們 看那個 國家地頻道啊 Gisauri 他在晚上動物的時候 不是用紅外線設計機 因為他會亮亮 就會發光 所以 這個 不要 所以像右手邊這個 比較常用在像家裡面 比如說戶外 那人走過去就亮牆 他不需要主動發射 他就是去偵測就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是這一種 那 你現在看到我這裡有沒有放兩個 一個是這一種 一個是這一種 那其實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最主要就是 大部分是用在巡機車上面 你看我們的工作範圍 有沒有有跳距離是 2到30公分而已 所以 不會很遠 像一般我們在 在醫院 比如說手術室啊 或是那些 那個 門 他們不能 應該去醫院搭電梯的時候 應該說我發現上面都有寫 請勿用 戴手套 按鍵 因為手套上 可能會有一些 感染的東西嘛 所以他們有些門 是這樣 就手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垃圾桶一樣 手套上 是不是就這種打開 一樣啊 對 我就感受一下 紅外線的就好 所以 是像這樣 但是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 比較適合在室內使用 因為 我們外面也會有紅外線 所以容易受到天氣或光線的影響 但是我沒有試過套 吸管 也許會少一點點干擾 但是 因為畢竟在戶外的話 這個 可能還是會有影響到 所以 還是要 留言一下 這樣子 好 那知道了這個之後呢 你看我們簡報 29月 我就把他上面的功能 跟你 介紹一下 好那你要接3.3或無特其實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用 那因為呢 他只是偵測有或沒有 他就跟我們剛剛光源電子不一樣 好光源的偵測就是 真的就是PWL就是類比的 這個是數位 所以就只有0跟1而已 還是0跟1 好然後呢 剛剛講的這個轉軸 這邊 就是調整他的距離 原則上是 往右邊旋轉會 距離會變遠 往左邊會變短 但是 可能 你待會兒可以試看看 實際試看看你會比較準一點 那他一樣有3個巧位 有3個 他上面 都有 就是 一個 VCC 一個 GND 還有OUT就是他的訊號線 有沒有感覺 跟我們剛剛似乎馬拉一樣 只是 這個 你接杜邦線當然可以 也可以直接插在哪裡 這個 你可以 直接插在我們麵包板上 是不是再接出來就好了 好這樣 也OK 所以呢 來還是麻煩老師先斷電 哈哈哈 第1件事情 就要斷電 那目前這個元件 其實 WebDuno本身 並沒有特別幫他寫一個積木 所以呢 我們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來自己看看 如果你買到的 是屬於WebDuno裡面沒有 使用的 那我可不可以去偵測他的訊號 可以啊 還是可以用喔 OK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您切換到簡報的29月 我們待會兒那訊號線就把它接在屏幕 那現在的話 我們 電源 因為現在 伏特被用走了嘛 VCC被用走了 所以我們就準備把它接到3.3 老是一樣 待會兒我們就把它插上去 這樣插上去 那 我們就準備三條 弓對弓的 三條弓對弓的 渡方線 準備 準備三條 現在老是接好之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你進到簡報的30頁 那因為這個元件 WebDuno並沒有特別獨立的 积木 所以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你家 其實 你如果用那個體驗版也可以用 不用 一定要 要怎麼樣 一定要是就是雲端平台 那我先稍微解釋一下這個 機目 你可以 做參考 第一個 就是 我們要自己設定他的角位 跟他講他角位是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輸入有分類比跟數位 所以你必須要告訴他這是哪一種類型 那這個在哪裏 這兩個機目會在哪裏 在開發板 開發板 所以你找一下這個開發板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io角位 進出嘛 對不對 我就可以 一個變數 它是什麼角位 然後它是哪一個模式 有沒有看到的 所以 當你拿到的這個元件 是屬於 沒有在官方資源的 機目裡面的就可以這樣自己去定義 好那我們 就真的到剛剛那個裡面來做看看喔 你看在這邊 我們找到開發板 好這裡 io角位 好我就把 PIN 就是這個變數 其實這個變數當然你可以自己改 那我現在就先不改他 我們剛接到5 對不對 05就是5 然後呢告訴他這個io角位 他是屬於數位的 數位的就是只有0跟1 好那有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類比的 他有輸入也有輸出 我們這個是做輸入嘛 對不對 他傳一個訊號過來 我是接收端 開發板 總真是屬於接收端 所以就是輸入 好輸入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抓到了 那抓到的話呢我們來看看喔 那剛剛因為我們是用這個去判斷對不對 用這個去判斷說 光明的數值嘛 那現在我就不要用這個 這個我拿掉囉 這個 好光明的我先丟掉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 你看 這個是一個變數 有沒有 PIN變數 所以如果我要控制他當然我要先判斷 所以你看變數裡面 有沒有多一個PIN 只要你在機目裡面有出現過的 他在變數這邊會自動把你產生一個相對應的 名稱 好你看我就把它拿出來 如果PIN這個值 他 因為只有0跟1 所以如果他等於 1 我就開門 這樣可以吧 開門 如果不是就是0 就關門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來 我們來 執行一下 好現在在這裡 那我手就 滑過來 看一下那個距離 沒有動 其實你也可以看這邊 老師可以看到他上面啊 字上有兩個燈 有沒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綠色燈是變遠 但是呢如果你靠比較近的時候 有沒有在他上面 他會亮另外一個燈 我看一下 沒有 好我檢查一下 我修正一下 就是我不要用這個變數 我用那個直接讀取出來 好 讀取出來的 T的值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再測試一下 有了 離開 這樣有看到 但是我現在距離是蠻近的 我要到這麼近 來給老師看一下 我現在這樣的距離 我要到這麼近 是不是有感覺 要到這麼近 哇 這樣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他就是偵測零更衣 那你看喔 當我他有感應到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這裡兩個燈都亮起來 有沒有兩個綠色燈都亮起來 如果我移開 你看我移開我的手 有沒有少一個燈 移進來 有沒有一個燈亮起來 所以其實 你不看那個數字 也沒關係 反正這裡有指示燈 這樣子就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你那個距離 你要長一點 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調那個 那個 像那個 螺絲的那個一樣 你可以去轉動它 像我現在預設 可能大概只有5公分左右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感應不要太靈敏 就是不要手放很遠就感應到 那你就是把它調短 那我希望他 可以感應 比較長一點 你就把那個再轉一下 情報34頁這裡 其實 是我之前有做的一個 東西 因為 老師我去科普館 然後一些那個展場 有沒有那種可以 好像以前我們那個 感應式的就是 像鋼琴有沒有 就可以發出聲音 有音階 那你走過去 這就可以 有的用腳踏 像百貨公司有的就是腳踏 有的是手 空氣的 所以像紅外線感測器 就可以用這個 所以那時候我就 接了好幾個開發板 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就 你就做一個洞一個洞 走過去就會登登登 不過因為其實 動作不能太快 我們這種感應的速度沒有很快 所以如果你太快的話 它是感應不大 但是這個是可行的 所以 這個部分是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我突然有很多 倫胞 這些 可能